美国政府、美国政客,已进入集体做春秋大梦时代。我们来聊聊近日美国四个政客。美国财长耶伦、美国防长奥斯汀、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、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所做的春秋大梦。 一、美国财长耶伦。近日美国财长耶伦在发表重要讲话时,就中国如何才能改善和美国的关系。恢复两国正常贸易开出四大条件。第一是中国必须要继续增持美国国债。维护美元霸权地位,还要帮助美国解决经济问题。第二是中国要对美国全面开放市场。保证美国企业和产品自由进入美国市场。 第三是要求中国放弃高科技产业的研发。继续做美国的工厂和市场。第四是要求中国允许部分产业链剥离。众所周知,目前因为美国自身的贪婪。在疯狂地收割世界各国财富。特朗普政府将美国国债上限。在短短两年内,从18万亿飙升到25万亿美元。而拜登政府,则在两年内,又飙升到31万亿美元。 即仅四年间美国就通过印刷钞票。印出了13万亿美元的财富。收割世界各国13万亿美元的财富。 而近日,美国财长耶伦更是要求美国国债上限。一下提高到51万亿美元。即美国想在收割全球20万亿美元。 而美国目前一年的国民总收入。即使加上去年收割全球的财富,也才25.46万亿。可是其国债却要高达51万美元。即美国连续两年的国民总收入。 全部还债的本金也要还两年。大家别忘了还有利息呢。换其他任何一个国家,都会直接国家破产了。 美国如此贪婪与倒行逆施。再加上无视国际间基本准则与契约。将俄罗斯剔除出美元结算体系。直接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去美元化浪潮。 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要求中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,维护美元霸权地位。还要中国帮助美国解决经济问题。摆明了是要将中国几十年艰苦奋斗。 才积累到的财富给截略一空,这完全是痴人说梦。目前美国正在全方位的遏制,围堵,制裁中国。在同中国打贸易战,科技战,还要彻底同中国脱钩。所以美国居然有脸要求中国。单方面对美国全面开放市场。 岂不是妄想同中国再签一个丧权辱国的薪酬条约。美国要求中国放弃高科技产业的研发。继续做美国的工厂和市场。还要中国允许部分产业链剥离。则不但是想摧毁中国的高科技产业。还想彻底摧毁中国的科技,摧毁中国的制造业。这就是妄想中国以自费武功。甚至是自残自财的方式向美国全面投降。 所以耶伦这就是在做春秋大梦。 二、美国防长奥斯汀。近日美国防长奥斯汀在一次公开演讲时,也声称只有我国满足美国三大条件。美国才会恢复与我国的正常关系。否则威胁称将继续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,全面打压我国。奥斯汀开出的这三大条件。 一是中国必须裁掉一半军力。二是中国必须停止研发先进武器。三是停止与俄罗斯的关系。美国防长奥斯汀开出的这三大条件。 与美国财长开出的四大条件。可以说是相辅相成、紧密配合。其目的很简单直接。都是妄想逼迫我国,以自残自财的方式向美国投降。 所以美国防长奥斯汀这也是在做春秋大梦。三,美国参联会主席米利。近日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在谈到我国时。也等于是变相地给我国开出一个条件。米利声称,如果想避免同中俄开战。 那么,必须让美国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。话外的意思其实是对中国发出了战争威胁。还给中国开出了一个避免战争的条件。中国必须要让美国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。而目前全球范围内,唯一可能在未来十年左右时间里。超越美国军事力量的国家。只有一个国家,即我们中国。 所以,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的意思就很容易理解了。和美国防长奥斯听说的是一致的。即要求中国放弃发展军力,以让美国继续独大。米利这也是在做春秋大梦。其实米利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期间,也明确提到担心中国带来三大麻烦。第一是中国的目标是在本世纪中叶,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全球性国家。 并且在军事上超越美国。第二是,中国已经拥有可以打到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。第三是中俄合作的所谓联盟正不断加强。 虽然米利所说的有很多不准确之处。比如中俄并不存在所谓的联盟。中俄合作是不结盟的,仅仅是合作而已。但米利的表态也能够清晰反映出。 美国其实是畏惧中国的。在美国已经畏惧中国的情况下,中国绝对不会自毁长城。如果是美国主动愿意管控分歧,那么中方当然欢迎。但如果美国希望中国牺牲核心利益来换取安定,那么中国绝对是无法接受的。 四、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。昨天,在谈及全球范围内加速的去美元化问题时,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很明显的急了。 居然扬言称,其他国家,在国际贸易上,改用本币解算。而不是使用美元是对美国公民权利的侵犯。还威胁称将对拒绝在国际结算中,使用美元结算的国家实施制裁。 可是,目前去美元化意愿最为强烈的当属中俄了。美国为了制裁俄罗斯已经前驴即穷了。出不了什么新招了。 而对于其他国家,特别是能源大国、地区大国和美国的盟友,美国恐怕就是过过嘴瘾而已。根本就不敢真的实施制裁。因为如果真的实施制裁,只会让美国众叛亲离,变成众矢之地。 在客观上助力去美元化。所以美国此次威胁对象,恐怕就是针对我们中国。关键是,美国现在敢把我国也提出出美元结算体系吗? 所以皮埃尔这也显然也是在做春秋大梦。除了美国这四大政客做春秋大梦之外,美国做这种春秋大梦的政客还真的挺多。比如臭名昭著的反华政客克鲁兹。 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时,居然叫嚣说中国对美国发动了一千年的战争。难道这个反华议员,是要把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种族,灭绝大屠杀的罪名,给强扣给我们中国吗? 这可不就是另一个春秋大梦吗?有这种春秋大梦的还有美国的著名学者,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人,修西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,他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时,居然建议用中国历史上的缠冤之盟模式,来解决目前中美之间的矛盾。 显然格雷厄姆是在幻想着我国,能如当年的北宋王朝那样,对美国俯首称臣,割让土地,并任由美国收割我们的财富,这当然也是在做春秋大梦,能够说出缠冤之盟,证明该美专家就探讨,中美和解是真的下了功夫的。 为了达成中美和解,他甚至打算从历史角度,来深入研究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,这一点他是值得大家予以一定肯定的。 那么他给的和解方案如何呢?只能说他还是没弄懂中方的想法。 中方真正要的是中美之间以完全平等的状态,实现相互管控分歧,而不是为了和睦相处,牺牲国家核心利益。 所以这个方案,对中国而言是绝对不可行的。 现在的美国政客,因为贪婪已经几乎让美国政府机制失灵,除了反华叫嚣之外,也就剩下这些春秋大梦了。 不过这样的美国,我倒是觉得挺好的,你说呢?